大家好,我是 Bigger S.O.O.P,今天講講 EMG 拿了 Strait Industry 授權,而 GMP 代工的槍 這支 Strait Industry 的狀態是 ARK,所以這槍我都選擇才是 ARK 你見我槍散散了,因為我正在找一些原因,應該找到,所以稍後再講 這支拍片時間計是昨天推出的,但昨晚已經聽到很多差評 所以我剛才開箱做打的時候,都盡量抱著一個不好偏見的心態去做 所以等下說的東西,就純粹推出資料出來,就不會說它好定位,就自己決定了 純粹講資料 先講回剛才說試位,我發覺它回堂的時候,有個地方是不太順 之前我以為是貼圖拉的時候,撞下去那一刻,回堂的時候,撞下去 但之後我拆了一條貼圈再試,就原來發覺應該是這兩顆 就頂一頂這兩個位置,回堂的時候就不太順 那我現在就試試吧 那我回堂的時候,去到這個位置 就頂一頂的 那要推一推才過 那如果我快放呢,其實就沒問題的 如果我慢慢放呢,你看到我剛才說的位置就在這裡卡住 可能要找人收拾不收拾那個位置 但是如果按照打呢 就沒問題的,因為是慢放,它就會卡住 好了,接著這些Trigger Pro 我覺得它就跟馬雅機差不多的 就...當然就沒有VFC那麼順勢 那至於你以為這條貼圈呢 除了剛才的卡住位置之外,大致上都可以回到它 那至於你的Blowback呢,就不是太強的 但只不過就...這些就個人喜好 那你不是太強的,反過來,這條貼圈就不是太強的 那你變了按鈕就OK的 那至於你說彈甲呢 這條貼圈呢,上去下都順勢的 那ARK呢,是一條Slide 和Ultabell 而下身就類似P80 它在Shot Show 2020 都推出了一隻P80的版本 就是給Glock 19的 那Glock 17就好像不太清楚 那如果它上那支G19 和這支G17 比 就沒有了這兩顆東西 而另外呢,這支的底部,就不知為何它在後面不開箱就放了Madwell 因為它自己本身的SI也有推出Madwell給G17張3的 而另外一件東西,它是Thumb Mask的設計挺好的 因為平時有些窗,那個Thumb Mask的位置是純粹有幾個紋 而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凹位,變成你手指更加防下去的直角度位 然後它在Ultabell裡面的經驗有紋 左衛上有不同的殺人殺,Kiri Kart的東西 那我這支是黑黑的,它還有黑灰,還有遲些出一個Comp 這個Play它自己跟商多了兩顆鎖匙的 就拆了之後就用來上IMR的 那我個人就一向就不是太理會的 只不過如果有人在心理的話,我給大家再看看它的樣子 好了,那說一下打了 因為現在的場都還沒開,所以只可以在家裡自撒 剛才打了六甲左右,那我頭一甲就是只打什麼都沒有理會的 那第二甲就是用來測速 之後就做了一個連打三、四甲的我叫測試 那它一甲室溫,我現在開冷氣,室溫大概25度左右 那我剛才拿著這甲插,27、25,一甲喪清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就做這個所謂的三甲測試 那第一甲則是室溫,你看到是爽清,第一甲就沒有問題的 第二甲就立即是打完第一甲之後,立即是ReviewGAS 有BB就立即再打過的 那支槍呢,槍傷18度 那支槍打不完第二甲,就剩下幾顆左右 然後第三甲,我就立即暖回這甲 那麼,變回25度之後再打 那支槍還沒暖的,就仍是18度的 那第三甲打呢,你見它也打就射得出的 但是就做不到sla lock 那當然啦,我只有一隻甲 那如果三隻新甲進去的話 那可能有機會打完都未停 但是都依應個人的打遊戲 style 那就是,你是不是需要一件都能立即施三甲過去 不過我看到它sla lock不到 都卡回剛才我說的卡位 如果它撿順去的話,就有機會打掉三甲 那另一條Sla,摸下去 這兩個位,以及旁邊 這個角位,我覺得是挺厲害的 那譬如,我隨便找一張卡紙 找一張卡紙 你叫它戒兩件都可以戒到一下 那這個位置,就沒有好還是不好 只不過說說,自從Apple說是你 那這個位置,就有時候你放上去 就有機會會... HIGH HIGH 但是你不會按住它來打的 所以... 我想如果你按住它打,應該有機會流血的 那如果你不是按住它打 你不會按住slider 所以應該是問題不大 只不過是說一下 只不過是說一下,這裡就少了你 那它的三甲亦都提高了 方便你上RMM都可以Covindus EasyCharm的Data就說完了 值不值得買呢,就它們見一見字 那我就一如既往都是放的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什麼窗頭位就放在身上 好了,那這就很快就講一講這支AROK了 我會這樣做 對,我還記得踩上傳 這支插水 這支插水 這個支插 我們在廣州 不純潔 這個支插水 我們在廣州